中国女兰踩着落后 谁也没有想到日本女兰现场竟大声的嘲笑 讽刺中国女兰 主角女兰主角联正威紧急叫暂停 制定了新的战术 紧接着就给日本队啊 上一课 这场比赛呢 在现场打出了很强的火药味 到底现场发生了什么 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这是今天是正威教练叫暂停 镜头给刀张如 韩旭 礼貌 对方上来了 现在是五十四比六十落后六分 这方以为自己赢定了 第四季还剩最后五分钟 最后五分钟落后六分啊 这个比分确实加厉比较大 好 咱们的球权 白色对付是中国女兰 红豆对付十字本队 好 韩旭控球 现在给到张如 李梦打三分 漂亮啊 上来先追三分再说 这个叫停战术还是不错的 李梦三分球还是相当的精准 好 躲过了李源的防守 好球 现在咱们是双后卫的模式啊 王思雨和这个 哎呦 哇 漂亮啊 王思雨和李这个这个这个 李梦啊 连续两个三分球追平了 嘿嘿 又把日文队打暂停了 日文队叫 叫了暂停 我说明那个这位教练这个战术太牛了 一叫暂停 紧接着这个六分都会追回来了 你一般情况下得三分钟才能追上了六分 这是日本的教练 这个球打的确实非常精彩 这位也是紧急的改变自己的战术打法 想要保持领先 就得有这个 嗯 很多的变化啊 战术变化 来应对才行 好了 对方的这个暂停时间到了啊 嗯 他们有这个规划球员 嗯 很多这个篮球评论员呢 说对方的这个八号是海盗血统 嗯 找到那个面相啊 就是那个 不能说这个久远 就是我我口形象 好 王岁跟防 嗯 这个对方的八号他他能听得懂咱们的汉语 你偷听咱们的战术打法安排 你这都上新闻了 好球 六十比六十 咱们的球权 对方是一个 街外球 好 李源快推 上来接应啊 张如接应 没有人挡拆 韩旭 玉利源顶一下 王次宇出来要球 张如中路走起来 脚球 漂亮啊 对方脚球 这个球是是张如应该直接跳投了啊 感觉张如还是要连下韩旭 所以说这个 还是这个最后的决赛啊 还是有所顾虑 你看李孟和王次宇出手非常果断啊 这就是老队员 这个身经百战啊 这是经验 张如来讲的话呢 还是经验稍微欠缺一些啊 但是呢 不可否认 张如他这个防守确实很强悍 但是在一些这个重量的大赛当中呢 表现的还是有点胆怯 比如说和美国队 这个决赛 这个世界杯 这是亚洲杯的决赛 我说说这个 还得多力点 多打一些这个 这个大赛事才行 把王次宇上篮 还需补篮成功 这次得分 这样你看 咱们就把这个比分追上来了 拉开了 也是啊 这个65比60 这是咱们国内的顶尖的那个阵容了啊 双后卫模式啊 王次宇和这个李源都上场了 嗯 黄思敬这个年龄也大了 所以说下一步 这个黄思敬也慢慢的 退出国家队了 因为第一年龄大 第二呢 这个伤命 现在是广东女兰的助理教练啊 估计黄思敬下一步 就当教练了 推移了 不打了 毕竟太累了 身体扛顾住 将65领先到五分 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不到三分钟 又要打十分钟 现实当中 给到对方主教练一个特决镜头 我把球传出来 张如 哎呦 失误了 关键时刻 这个不能失误啊 这最后时刻了 含蓄追防 抢篮板 把李源抢下来 这时候是不是得拍这个 拍拳器上来了 拍拳器要更壮一些 身体对抗啊 更有优势 张如上来 进回去 李梦强打篮下 对方阻挡犯规 李梦两个罚球 这时候毫无疑问的 看李梦的罚球 首发名中 再来一个 给了李梦一个特决镜头 李梦确实非常的漂亮 你们看下十四分 到现在为止 领向到六分了 过过去了 现在还剩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李梦防到三分线 被挡圈了 对方在找四十五度 空篮 这球造了犯规 二加一 你看对方 你看一打成就疯狂的庆祝啊 这一点 不打气 咱们这个 连续两个三分球追上之后呢 并没有啊哈的跳起来 咫牙咧嘴 因为日本女的这边就是啊 这个咫牙咧嘴特别的 难以成大气候 毕竟这个太小了 弹丸之地 我又被抢断了 还是张如这个这个点 所以说张如 还是那句话啊 欠缺一些东西 本身还是欠缺一些东西的 他本身有点 不容置疑 但是缺点也是非常明显 没有被追平的 这两个点基本上都是张如的失误 好 怎么看有没有把张如换下去啊 主要是为什么不换张如啊 就是不希望打击他的基地性 好像是含蓄运求 上来接应了的 哎呦 看到没有 连续失误 这位教练得换人了 赶紧换啊 是吧 这位教练对 其实啊 张如第一次犯第一次失误就应该把排阵器给换上来 我看到两个助理教练给排阵器讲解一下战术打法的执行 嗯 李梦这个爆出了国粹啊 生气了 对方手脚不干净 就动作有点太大了 好 排阵器上来 你看排阵器他那个身架子大 在女篮里边啊 这个 感觉排阵器其实和日本韩国打比赛 完全可以打中锋啊 他们一直走了进去漂亮 就可以上对抗 上来就可以打对抗 来就行 排阵器将近两米的身高啊 能扣篮 女篮能扣篮 太罕见了 对方为了这个防排阵器八十八号又上来了 好 我发球还要去打进啊 很轻松 最后六十秒啊 最后六十秒啊 最后的六十秒 里员防到三分线 排阵器过来西洋房 地方还有十四秒 再来 只要防住他 光头三分球就行 盘虚抢篮板 来 稳下 来 王思雨推进 先转一圈再说 给李梦 这球要犯规了啊 看来 日本队就喜欢这样 那正好让李梦来发球 十七秒 好的 李梦首发民众啊 现在的球迷观众也非常的期待 击败了这个 日本队咱们就拿到了亚洲杯的总冠军的啊 我们就能再来一个 然后作为这个新上来的队员 罗清玉 还有杨树鱼 都是非常幸运的 一入选国家队就拿到了亚洲杯的这个冠军戒指 非常幸运的 我们很多队员 整个这些生涯都不可能 都可能 没有机会 拿到亚洲杯的这个戒指 对方的主教练啊 最后的十三秒 去落选赛 也不能参加了 如果恢复到好的话呢 这个芭蕾 啊 镜头给到了主教练 还有咱们的特许 这个韩旭 还有助理教练啊 日本队很明显 采取了一个犯规战术 知道要输 咱们要赢 但是呢 也不让咱赢的那个痛快 就是一直犯规 看谁倒进来看一下 好的 又啊 张如上来了吗 这是 这是能看得出来 这个主教练对于张如的这个喜欢程度啊 那真的是 嗯 就是 主教练还有整个团队就是锻炼张如 张如就是第一是年轻 第二他这个态度要好一些 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 把他放在那儿 他就是在那儿兢兢业业啊 完成自己的业务 人家又犯规了 太烦人了 对方应该刺了牙脸的嘴 太讨厌了 很无语 这一点也很无语啊 你自己找存在感 对方也是持续的换人 林梦发球 真是太折磨人了 对方也很无语 四分 好 还有五点二秒 他们就不防他了 让他打三分球就行了 打三分 比赛加速了 差两分 领先到两分的 第一场比赛 大家怎么看啊 可以在评论区有两天的看法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最终的这个斑角的环节 那怎么看到女栏这边 嗯 王思宇 啊 杨立维 呦 这么严重 太严重了 我的天哪 应该是 她的妹妹 杨树玉 开了杨立维 嗯 杨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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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岁 其实他和杨立维是同届的 但是杨立维要比他早打出来了 杨树玉是始终是比较 啊 用句话说就要大气晚成吧 黎梦 世界级的球星 嗯 我心欲 新队员 年轻气盛未来可气 拍人齐 老队员 攻防兼备 身体素质很强 高宋也是 但是高宋的投篮要稍微弱一些 呦 李梦给了特写镜头 韩旭 世界级的中锋 最后的是主教练郑威 啊 开心高兴 现在球迷都有感动的哭泣的 中国女兰界是再次创造的历史啊 张柔 看怎么现成的球迷 最后的时刻的是奏响了国歌 好的 也是再次恭喜咱们中国女兰 整个大家庭啊 拿下了整个亚洲兵的胜利 也是希望中国女兰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国争光 在所有的女男队员当中呢 大家是最喜欢谁呢 可以在评论区 理下您自己的想法 好的 咱们下期再见